鳳雲網路電台 聽眾朋友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接收了 今天來我們的安林達老師 繼續來跟我們說 他這個日本菜 因為他下的日本菜 說他的米蕾探險 就是他在他的生命中 無保險期 無保險期 都可以在飛險的中間 我們還創造出一堆很漂亮的飛濾出來 我們現在 因為大家都知道 林達老師 他跟我們台灣的基層 有密切的活動 但是他都說法義 他比較不說台義 我現在跟林達老師的交談 同樣用法義來跟他交談 林達老師您好 好 謝謝 又再來了 我覺得我們在一起 總覺得是很 怎麼講 很muchy的感覺 很muchy 也不一定要經常在一起 偶爾在一起就很muchy了 尤其我看過您這一本書了以後 我是覺得說 我跟你 你更是我的那種 叫做偶像 怎麼講 我要跟你學習的很多 比如說 比如說 你對 你對 獨立建國的這個 社會行動的這個 一直在追求 在 不氣餒的一直做下去的 這個堅持力 我要跟你學習之外 我要跟大家說清楚 我這個五年來 我只是在教書而已 教書 那個也是你的延續 也是延續了 可是我大概是比較 十年前 比較熱心的可以做 沒關係 你 對不起 因為 他如果說這五年來 在那裡 在教書 但這就是 他之前的 六六八名 幾六十年 三四十年 六六八名 他現在 在台北大學 在教書 在教書的中間 他也是最上 在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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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講說 您在教書是教書 但是在課堂上 你也會把你這幾十年的參與 多多少少也會帶出來 帶出來給同學知道 那這也是一種 就是你的生命延續的 另外一個階段 我想 有不少方面 我是希望同學能 了解台灣歷史 那他們可能只有二十出 他們見到台灣歷史 但是我會跟他們講說 我知道的國際事情 還有台灣的歷史 然後像我的傳裡面的 其實我不是講我的傳 我是講一些國際事情 給他們了解 像中東 現在中東在發生什麼事情 對 跟美國什麼關係 那台灣好像 對這個中東發生 頭尾搞不懂 對 還有一般的 現在台灣的小孩子 所謂的小孩子 就是二十多歲左右的人 他翁山蘇姬是誰啊 誰是誰啊 南非是 一些對抗集權的一些社運人士 他差不多都不知道 差不多都不知道 可是 哪一些頭子都會知道 那我們現在講到說 對抗集權的 這個南非啊 過去啊 你知道 琳達老師 我們在從事這個社運的人 要是有報導南非的東西 我們都會很認真的去看 去學習 去看 去瞭解 因為南非這個 並不是這麼單純 像台灣那麼單純的說 我們只是反這個 蔣家集權 南非那個地方 他們是這個 派中有派 戲中有戲 而且黑白 黑白鬥爭 那白的是 全粹的是一個掌控者 那黑的呢 全粹是一個奴隸階級的 所以這方面呢 比台灣的還簡單 還明顯 因為黑人大概八成以上 八成 白人好像是五趴七趴 然後中間還有一些 印度的華人的 混血的 所以它大概是分三個 它是white colored black 可是很明確的 這個是 土地原來就是 黑人的土地 對不對 這是黑人的地方 對 只是被白人侵占了 對 他們被侵占很久很久 從很早以前 所以他們的奮鬥史也是血跡斑斑的 像我們的這邊有228大屠殺 白色恐怖 經過了這些種種種種的以後 那假面呢 假象呢 就是說有一個民族 有一個選舉 這樣子包裝一路下來 蠻天過海的騙世人 那我們對這個南非的話 我們只知道這個片面的報導 我們沒有辦法去到他們國家 那您呢 就是有深入那個國家去 對 我不敢說我深入啊 可是我們很早就接觸 對 很早就接觸 那麼我更會接觸是 當然是80年代 美國 特別是黑人裡面 可是美國的人權運動 有很大的運動 對 是全世界要制裁 要杯葛南非 那其實他們是從70年代 就有這個運動 就是要 美國的大公司 不要投資在南非 不要跟他的政府 有任何來往 因為他很明明 他是世界上難得 是已經有100年的 是白人黑人 是法律上分開 而且明明是白人統治黑人 對對 完全是一個統治集團 所以他可以說是 任何的人權標準 他都是違背人權 那民主標準 他就全部是違背他 可是全世界 這個是黑人的運動 特別是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Mandala的政黨 他也有無力的一面 要推翻白人政權 他另外是有宣傳面 宣傳面 他是叫全世界 是要杯葛 那個南非 OK 那到1980年 美國本來不然接受 後來是1975年以後 美國就接受 1980年全世界都接受 日本也接受 就是要避這個白人政府要倒 不能石油 不准賣給他什麼什麼 其實他還是拿到石油 可是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些白人政府是老早 跟蔣介石也有打交道 可是特別全世界 貝格他給台灣人更好的條件 他要把台灣人當作榮譽白人 然後是叫台灣人投資到黑人保留區 然後是勞工提供的是免費的 土地是提供是免費的 只有在台灣人在那邊設廠 就給台灣人用這些勞力 用這些人 用這個地 用這個房子 所以是1980年台灣人是相當大規模進去投資 那麼他投資也不是說他很多投資 他只有把台灣的舊的機器 防具廠的 防具廠的還有那些 台灣已經用過的 弄的那個螺絲 打螺絲釘的那些整排整排機器 都裝到貨櫃裡面都運到那裡去 差不多去台灣的二手的送去了 然後他最愛的是那個 防殖的跟那個變質的 就是可以用手工動的那種老的一種 因為他那邊勞力是免費的 勞力是免費的 對 所以他可以送那些比較用勞力的 然後去那邊的勞力 那所以是台灣大概有一陣子是長榮 都是直飛 從台北直飛 對 那我去的時候是跟民進黨去 那時候台灣人住的好像是一萬五左右 那已經很多了 對對那陣子了 後來是蠻多 那OK就是講這個背景是 台灣是完全跟白人政府合作 那麼我們要稍微多講一點歷史 這個國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 是被白人百分之五七的白人掌控 因為他們從這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一直把黑人驅除 一直一些比較好的地方 一直把他趕到那個邊垂的地方 對 邊垂的地方 然後是白人是說 那個是黑人的保留地 他不准保留地 那是他的 他會說那是他的原鄉 他會說這塊土地是黑人的原鄉 那麼這是他的國家 甚至Swaziland OK 為什麼有Swaziland OK 還有像Losotho 名義上好像是一個獨立國家 對 世界上幾乎是沒有人承認他是獨立國家 他是南非政府 白人政府是必定說 給黑人的人來的地 其實那個是把他們送到沙漠 他們講說是原住民保留區 對 西洞那邊是很難生存的 對 對 對就是當地人幾乎沒有辦法生存 可是他是局限 他說除非你有通行證不能離開 要通行證的是做勞工出來 去白人開的金礦跟鑽石礦 他這樣是逼迫那個婦女跟那個幼小 老老幼 又在那個邊緣區 對 很沒有資源沒有誰 把他們的壯丁抽離開來做勞動 對做勞動 然後他那個是很連 很用他們是非常低價格 廉價勞力 嗯 OK 所以這個是產生一個家庭分開 對 那個會錯亂 他們是長久 其實他這個制度建立已經是快一百年的 嗯 那個逼他們做勞工 然後可是 就是父女除非說他有通行證做家用 他就不能離開 可是他很多婦女當然是做家用 所以是講黑人白人分歧那個時候 他用通行證控制人口 那可是這個又產生現在的對南非非常大的災難 是什麼 艾滋病 嗯 OK 所以為什麼到80年代那個 那個艾滋病在南非 漫年的 對 變成非常嚴重 甚至一些小保留地很偏僻的地方是 艾滋病最嚴重 為什麼 因為他的礦工的制度 是把年輕莊丁送到礦區 礦區他只有那個sex的娛樂 對 妓女的賣淫的婦女的產生嘛 那不一定的 你可以像他有幾千個男人住在宿舍 對 他必定是附近有那個妓女戶 一定的嘛 對 而且男人因為他那個氣勢南非是很大 那男人他可能一年只有 就 就 差不多八個月 去出來工作差不多八個月 他才可以回家 對 那回家就把那個艾滋病就帶回去家裡 對 在那種 那種封閉的 封閉的一個 那個 沙漠裡頭 對 他的艾滋病等到死亡了才知道是艾滋病 對 對 比較實際 現在我做紀錄片 那麼現在大概是改 改進狀況是 大概是2000年多一點 2005年 聯合國還有一些資產機構是比較大規模的 奮發那個藥物 可是因為這些地方太偏僻 交通時間太困難 一般的向下人其實他傳染到艾滋病 他幾乎是沒有辦法 真的是得到救 其實他現在有藥他還可以活滿久 而且不會一直傳染 可是整個國家的健保制度太差 因為他從白人 白人以前是在學校方面 在健康方面 他畫在一個白人的身上 大概是比黑人的身份 大概多十倍 他都是花錢畫在白人 對 所以那個 他們有這個黑人 有那個自覺自省 自覺自省的團體 他有弄一個籬巴 把他那個 既然被區隔了 他就弄一個籬巴 他說他不讓他們的那個青壯年 那個那個小朋友 十二三四歲的小男生 小女生 不讓他出去那個籬巴 他說你要 我是看到一篇報導 他說你要出去那個籬巴 你就不要再回來了 我就不讓你回來 在這邊有長老們 他會幫忙負責教育什麼 他說你出去一定會傳染到艾滋 不然就是去吃那個 那個毒品 會去吸毒啊 會去幹什麼幹什麼的 他說你回來 就把那個外面的病 跟惡劣的習慣 帶回來 我們這個沙漠 這個區域壞掉了 可能是一些比較 這些比較偏僻區的一些人老 大概會有這種的效果 有長老覺醒的 覺醒的長老 但是這個是封得住嗎 封不住的 他封不住 因為他沒有工作 人性嘛 對 人性也要走出去 另外是 那個現在是 這個比較偏僻的地方 產生是 中年大概是年輕到中年的 死了非常多 差不多三分之一 幾乎是本來是年輕人 是去去工作的 回來的就是被感染癌滋病 就走了 沒辦法做了 沒辦法在外面工作 就只回來等死 等死 所以是他南非 還有一些別的非洲國家 特別是南非 他碰得非常嚴重的問題 是那個阿嬤 有的是要照顧十幾個孫子 十幾個孫子 十幾個孫子裡面 可能有一個兩個 也是脆子感染 從母親都感染了癌滋病 那所以他是便是說 就照顧不了 對 還好有一點點國際援助 會都適用一些食品 可是一般他們是認為 那個教養是已經斷層了 對對 所以在這一種困難的 這個南非的這一個國家 那老師你去的時候 是去那個 那個很平民區的地方 對對 我們都大概 我們算是有招待的 被招待的 那這個過程是說 使命黨還在作擾的時候 曾經經過一些親戚說 要我跟南非的那個反對黨 那個時候他們比較受承認 他是白人同志的時代 可是Mandala那個黨 比較受承認 他希望我跟他們聯繫 那麼我記得 我跟很清楚 我跟一個Bishop Tutu 一個他們的營運的人 你大概聽過 後來現在就當總統 他又得到了那個諾貝爾獎 可是Tutu好像沒有當總統 他沒有當總統 好像對啦 他還是宗教人士 他現在蠻老的 他是牧師 他上次有來 也到228公園去祈禱 對 應該是有了 那Bishop Tutu 我大概是在1987左右 有跟他的家人 他有一些家人是來美國演講 跟你們接觸 跟你們接觸 那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 是他的壓賽 他的協助女婿 我跟他提出說 是不是台灣方面的運動 我們可以多多交流 互相交流 他講什麼話 他說你們台灣人是美國人的走狗 你們學聰明再來 不然我們沒有興趣跟你們談話 我覺得這個是經典名言 這個要把它記下來 對 他在這兩句話就跟我講 就這樣就把我趕走 沒有什麼跟你們台灣講 就把你四兩撥千斤就把你撥掉了 對 他不是不知道啊 他已經跟台灣人接觸過了 他才比較清楚 他才會講這個話 可見的說我們台灣的民眾還沒有覺醒 是啊 還沒有覺醒 是啊 那麼後來 我們比不過南非的黑人 當然了 那麼後來是1989年 看看狀況好像是南非 可能會有一點開始變天的樣子 那麼那個ANC就是Mandela的黨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他在紐約有辦公室 那那個時候我還不能回台灣 可是我去拜訪 然後要去了解他們狀況 要介紹台灣的狀況 就是那時候我也是想說台灣的運動 還是可以跟南非的反對黨做一些交流 那那是不錯 我跟一個那邊的負責人 好像叫Mugabe 不是不是他叫什麼姓名 就是M開頭的 他們很多字都是MB 那個字開頭的 我大概跟他談了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他真的我覺得他蠻懂台灣的狀況 那就跟他談得很愉快 可是那個時候他們還是被美國取締 他只可以在聯合國有代表觀察員的權益 就是身份 他有那個身份 對他只有觀察員的身份 可是美國還是對他很不好 那是後來反正就是這樣 我稍微有一點開始培養這個關係 然後就是他們的狀況 然後就是他們的狀況 那麼民進黨是在1990年跟開放 我可以回去 那我跟回去的時候 大概第二次就發現說 民進黨是要去南非 被邀請到南非 那麼這個是怎麼樣 國民黨也知道白遠政府快要倒 然後他過去完全是跟白遠政府站在一起 他反而要開始給 你看我們也是有反對派 然後他表示說我們也是 你也可以 在國際上可以宣傳一下他自己 包裝一下他自己 對他包裝一下他自己 對他包裝一下他自己 我們現在有選舉什麼 對啊包裝 所以他是讓民進黨去 當然是對國民黨是一種包裝 可是我大概是最初先是安排 要請一個ANC的人 ANC的人請來台灣 那麼那是請在日本長久的一些ANC的外交人 那他們一直都是叫日本要背隔南非 那我們請他們來台灣 他們當然也是要叫台灣要背隔南非 對那麼本來這個一個Jerry Jerry Matzilla 他簽證已經簽好了要來民進黨邀請的 對 結果那個台灣在日本的辦事處 又打電話給他說取消他的簽證 嗯嗯 他知道要來拜訪民進黨 就取消他的簽證 就等於是要斷我們 對對對 我們民進黨的關係 對不對 對 是啊就清不成 我大概是過了蠻久 聽了是過了半年 國民黨就請很多 請一大團人 二十幾個 那個ANC的人來台灣 嗯 然後讓他們喝酒了 就是反正就是去了 就是弄一些很喧滑的場面 讓他去製造那個假象去謀騙他 對啊 或者就是他搞這個形象 好像他也是跟ANC 那這個是假的 那等到1990年底 那個時候是民進黨要被邀請去 就是他不是要 你可以說是邀請 就是說國民黨是要出錢 讓民進黨一大團人到南非 可是他們本來的形象是包含 就是我書裡面寫的 對對對 是包含那個ANC要取締 那個獨博城 獨博城叫Sun City OK Sun City這個地方都是世界上華麗的人去 然後到那邊是賭博 都是跟白人賭博 然後是被黑人服務 那這個地方是老早是ANC發出聲明 支持我們的大多數民主的運動的人 你不要去那邊給他們賺錢 對對對 不要去那邊給他們 很多人都金光閃閃的進去 然後變成乞丐出來 也可以說是他們 也可能有這個問題 賭博本來有這個問題 對 可是他們的 因為他們是要揹個白人 那個政府賺錢 他們是不喜歡 而且這個地方是國際觀光客 他不喜歡國際觀光客 給那個白人政府賺錢的機會 所以他們早就聲明說 這個地方是要揹個 結果民進黨都不敢要去啊 對對 所以那時候我緊急 我跟民進黨說 你不能去啊 你說你要去 你要跟那個黑人大眾 要跟他們站在一起 結果明明你那麼不敢 你這樣去就是站在對方 對立的角色了 對 站在對立的角色 所以後來他稍微改新生一點 那個地方不去 可是其他的 他的行程完全被牽著鼻子走 被國民黨跟那個白人政府 都被牽著鼻子走 看到的都是那個 看到的都是假象 製造出來的樣板啊 對啊 對啊 那那個時候台灣人在南非 還是榮譽 榮譽白人 但是台灣人到那邊去 他都有白人的同樣的 法律上的 優惠 優惠跟保障 其實更多 可是呢 那時候台灣人在南非 他們也沒有去看到說 這個黑人的下場 就是我們台灣人的下場 用這種方式說 來快點來壯大這個 我覺得台灣人那個角色是很曖昧 基本來說他很高興到那邊 可以用這些廉價勞力 對 OK 他家裡可以租大房子 跟白人一樣 也要 優惠啊 然後他用好幾個優人 看花園的啊 他大概一家人都三個四個 用人 OK 煮菜的什麼都有 所以他可以去一面舒服 可是他並沒有想這個比較大的方向 就是ANC取締 那OK所以後來還稍微變過來的 變過來的是真的是曼德勒當政 就是真的是白人有點沒有想到 他們很快會失去政權 清國投票 那麼民進黨再去是1994年 就是你跟施明德跟張旭成 對還有六個立委就是總共有六個立委 還有好像有謝聰明啊 好像蘇煥志也在裡面 還有那個臨終正 我想我有沒有落掉了 反正總共台灣有六個立委 施明德那個手也是立委 那施明德是黨主席 那去了以前我把我特地用自己的錢 買了差不多一萬塊台幣的那個紀錄片 要給他們了解這個南非反對黨 就是ANC的背景 對對對 可是我繼續大概只有兩個人看 林中正教授跟另外一個人看 幾乎都沒有人看 都不長進的 不長進的民族 對不長進的 聖明德也沒有看啊 所以要給他們了解 你竟然要去拜訪 對我們要做功課 我們這邊要先做功課 對對對 根本沒有人做功課 那施明德就準備一小本書啊說 Taiwan's Mandela 因為他關了25年 Mandela關了27年對不對 當然他有做出一個英文書自我介紹 那這個是該的 可是你自己要講的意思 他多多少少那個時候 可以說台灣是 他是台灣的Mandela對不對 因為關的時間那麼長 可是你這樣做 然後你對對方都不了解 那個就誇張一點 那我們去那邊其實我就真的快點 史密德真的我氣得半死 因為我安排我們要去見人權組織 他又不去 我安排所有人去看他們的窮人區 Sovato 不是窮人區 他們那個是國家起義的 他們的民權運動 民權運動的社區 那個地方是最重要的 他們是起義的地方 是在Sovato開始 從初中生開始 那是80年代很出名的一個運動 才開始他們現代的運動 他又不去 起碼有別人去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說 張虛誠 吃命的是叫張虛誠 安排他見Mandela 張虛誠就只有做的是什麼 寫信給國民黨的辦事處 叫他安排這個事情 他們有不很熱忱要去辦這個事情對不對 對啊 他寫信去的那個是錯誤吧 因為他寫給國民黨的安排 國民黨會給你安排什麼樣的 他怕你怕的鑰匙 怕你民進黨去見到一些真正的 你說他怕 也可以說怕 其實他不是怎麼樣怕 因為那個民進黨都乖乖的 在外交上 這是國民黨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外交部叫他做什麼 他根本一點意識都沒有 他一點都沒有意識說 台灣人在南非是扮演什麼角色 OK 然後是這些運動是跟 過去白人政府都是跟 那個國民黨那種關係 他完全不體會 那 結果我們去的啊 我至少我提早一個 差不多10天就去 然後我安排那個台灣的同鄉 跟那邊的勞工團體 因為他勢力最大的 第一個是ANC Mandala黨 第二個是他的公聯 他勞工團體 這邊送就 你或許可以拜祝給大家看一下 那 所以我們見到那個公聯團體啊 COSATO 那個叫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 OK 所以他是一個公會聯盟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 就是南非公會聯盟 就我們要約那個國際事務部主任 國際事務部主任好像 其實好像都不太想見 結果我還是堅持要去 結果我們去啊 他的樓很大 很大一個樓 然後安全真是不得了 因為他們一直怕會有那個白人政府 會給他們放炸彈還是什麼 其實已經不是白人政府 可是那個情勢單位都還在 對 那我們去的那個國際事務部主任啊 那個Safingo 他名字叫Safingo Batsumila 我要再看一下他的名字 然後很不容易念出來 他我們坐在那邊45分鐘 他不出來見我們 他們一直說他人不在 其實我們大概知道他 知道他在 然後對你們冷處理就對了 對對對 班公司Safingo 新Safingo 現在他又是更重要的 這邊有他的照片在這裡 他怕什麼 他怕什麼 你是怕什麼 他對台灣的討厭 不是怕而是討厭 他討厭啊 那他一出來啊 就馬上跟我們講 我去還有差不多三個台灣同鄉 住南非的同鄉一起去 他一出來他講 我被你 我被你 貴政府蓋的監獄灌了三次 我們出錢在南非幫忙他蓋監獄 對對對對他說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們這個海執外交都是專門出錢給人家幹一些 給獨裁者幹一些這個 輕弱者的事 他大概是那個監獄的位置是在那個小保留國那一類的 所以名義上不是南非 可是他 他我真的那個公聯出來的這個國際事務的 他一出來馬上就跟我講這句話 就是意思我見你們幹嘛啦 對不對 台灣的 那我們就要忙個半天跟他說明 我們這邊不是國民黨 我們是反國民黨獨裁 然後他才開始比較聽進去 比較那個一點 對啊 然後他就講清楚是剛好那個時候 那個他們的工會是跟台灣商人在罷工 在吵架 我們去說剛好發生這事情 為什麼 因為白人政府上來 那個工人他說我們有權力成立工會 可是台灣的商人說 才不給你們成立工會 就把人開除 那那個連那個國民黨的那個外交官也說 這些工人來鬧幹嘛 所以是他們的工聯對國民黨很氣 他對台灣的外交都很氣 那可是我們剛好去 就是產生一個機會 讓這個事情可以好像可以下台 那其中有一個台灣商人 好像是西文丁 這個沒有他的照片 有一位丁先生他也是有工廠 可是他認為說我們這個不妥協不行 所以他組合一些別的那個台灣的商人 然後說我們還是要找辦法擺平 跟那個Kursatu開會 然後同鄉會就辦一個很大的活動 然後請那個ANC的人 那個時候他們的立委已經來了 我們就辦一個幾百個人的活動 在一個台灣人開的餐廳 就是這個照片是在這邊 在這邊吃飯的嘛 在這邊吃飯的 然後讓那個工廠的人認識台商 台商人認識 就是給他們大家社交一下 互相交流的那個 並沒有說像坐在會議桌 然後大家可以討論一些什麼事情 大概是這一次會面以後 下去他們就有進一步 OK 所以這一次比較輕鬆的談 然後下一次就是讓那個商人 跟那個工廠談條件 OK 所以他算是暴露 暴露有做成 可是我們自然間人那麼一個活動 然後這個是台灣同鄉辦的 而且是可以說 起碼是比較能接受民進黨的台商辦的 結果大概過了半個小時 張旭誠來 然後把國民黨辦事處的人都帶來 然後就坐在那個主要客人的陣子 對對對 把我們的客人圍起來 OK 這是台灣同鄉辦的 反而就給國民黨佔領 而且是張旭誠把他們帶來 可是這張旭誠他當初他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嗎 他為什麼會邀他去 他是立委啊 他是民進黨立委之一 他是民進黨立委啊 可是我看到他看久了 他一直就是中間的 就是宿下跟國民黨合作 外表他是國民黨的 他是民進黨的立委 可是宿下他都是搞一些這種話招 就像這個話招 大概不止一次 可是就這個話招 可是這個士明德不講話嗎 士明德應該講話 他是主席啊 他又是領隊啊 我覺得士明德看得過完全看不懂 士明德完全看不懂 對 那他反而覺得 那一天紅酒喝太多了 我不是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背景 給他寄的資料他也不看 沒有做功課 沒有做功課 一點都沒有做功課 也沒有了解誰跟誰 那所以這個 這個還好是那個商業界的 那個台商還是繼續跟扣沙特的關係 他但是就給我們怎麼講 就斷了一個開始建立跟AMC的關係 就是給他很大的打擊了 那麼下去有大概又一次會長跟這個類似了 那我們是應該跟AMC是比較進步一面的 是一個政府間的關係 國民黨經過張旭誠又帶我們去監水 是那個布特雷茲 布特雷茲是另外一個Zulu的頭頭的派系 他反而是要跟AMC作怪 他是跟國民黨關係好 因為國民黨也是給他錢 所以是張旭誠是要帶我們民進黨的外交 跟著國民黨的路線走 所以張旭誠這個人根本就不能用 所以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有私下有台美人跟我講 他就講說張旭誠在台灣的一切 他們在美國台美人都看在眼裡 覺得很不那個就對了 因為他可以說他很多地方他裝的是中間人士 可是他試下是替國民黨去打壓台獨 從這個六十年代以來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是這樣 我看過他做的紀錄片 他親眼講的話都看到 那至少說是1990 1991年 他被那個徐信良 拉去做民進黨的立委 外表是他就是做民進黨的立委 可是在這個時候 應該算他 我觀察的他還是試下都是配合國民黨 是這樣子 他原來就是國民黨的人 而且是國民黨拿錢 他跟國民黨他的研究室 在他的學校 是國民黨是給幾個Million幾百萬美金 對 這個資料有公開出來的 所以他是民進黨養的一票學者 然後許信良就去招想那班 就去找人 找人就找國民黨的台語叫做叫鬼拿藥單 就是去找了國民黨的這一票人來 他最重要是他那個人 因為是國民黨的人大部分不會過來 大部分不會過來 因為他們在國民黨 說不定他私下開位好了 我代表我一個人需要被罵 我一個人被罵 我不敢說 因為他們就是等於算是他們的 我們這邊講說要背要失敗 對 可是我覺得 他可能比較早是做專業學生 職業學生 他早上有一個系書同盟的 六十年代他出國的時候 他是拿政府獎學金 那個時候很可能是職業學生 可是是到這個時候 他是為他自己利益 可是他已經是跟他的研究處 已經是拿了國民黨的幾百萬美金 所以學校反而是給他某一種地位 國民黨是捐錢來 那個都是辦事處 我們說國民黨是台灣辦事處 捐錢來的 那當然知道那時候都是國民黨 那是這個時候 他 我們聽說的是他沒有在 已經會時代 得到他覺得太蓋油的 反而就跳到民進黨 實際上就給他機會 所以就這樣子 然後在這裡書中寫的說 你因為這一次去南非 你本來抱持著 你想要完成的那個使命 實際上我們這個使命 是要讓民進黨跟新上來的那個黑人政府 因為國民黨過去都是跟他的白人政府那麼好 還是應該站在好的角色 他們比較會介納我們 對 持有 對 所以你想要達成的目標就是 就是這個嘛 正確的嘛 為台灣的立場而出發 結果這一票人去呢 他根本就不是這樣子 沒有大部分他們就是被國民黨帶著鼻子走 透過張宿成 被帶著鼻子走 然後使命的也沒有見到Mandala 因為Mandala其實老早就回應說 對不起我眼睛要開刀 沒有時間看不能看你 那本來就是台灣方面你要改時間 或是早跟他約 不能這樣草率的就是跟季風性 然後說能見 對不對 可是Mandala對台灣是蠻關心 他真的是蠻關心 因為他自己有大概有兩次聲明 他說他知道台灣的政府不是代表台灣人民的意願 他有講過兩次 然後他還做一個什麼 就是說他沒有很快跟中國建交 他大概拖了兩年 他要跟中國建交 可是他還沒有跟台灣斷交 那麼其實是那個時候是Republic of China 在南非用名字用台灣 如果要表演Republic of China 他可以維持外交關係 所以Mandala真是給台灣非常寬容的等待 所以這裡還有一個講到很重要 就是這些種種種種 你的使命你想要完成的 結果看到這樣子 結果你氣得跟那個斯明德離婚 對對對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斯明德看這些東西完全看不懂 你完全看不懂 然後他大概是1994 7月份我們去南非 我覺得他表現我真的受不了 他看人權團體他不去啊 對都去的他都不去 都不去啊 對啊 再怪作的功課得不做了 那我真的火大我會一直罵他好兇啊 然後他再去看一個去看一點點那個人權的 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面對 我說你看張旭成這個作為你怎麼 他又看不懂 他怎麼說 他說這個人就會聽我的話 所以是沒有多久 就是大概是11月份 薛明德又聘張旭成做民進黨在美國的代表 代表處 對啊 那個時候民進黨還不是什麼了不起 他支持他在立委 大概已經開始有比較三十幾個立委 對 所以他要成立一個Washington的代表處 那你可以拼很多人啊對不對 FAPER的人是長久啊 很多啊 很多啊 多的是啊 對啊 那邊人多得很啊 FAPER是長久都在那邊做事情啊 對啊 FAPER當然是已經建立跟美國國會的關係啊 那沒有錯是FAPER的關係大部分也是保守的 那個張旭成的關係更是跟美國的情緒單位 跟極右派的一些關係 那斯敏德就拼張旭成 我當時 其實我老早跟他講說你這樣不行啊 我們是一個人權的政黨 DPP 民進黨是人權的立場反對白色恐怖 對 反對獨裁統治的 對 反對這個 結果他 你現在講到這邊 我換間有一句話跳出來 有一個叫李敖的嘛 他自稱他是大師 他曾經批評這個斯敏德一句話 你現在講最貼切 他說 什麼 他為台灣人去做了25年老 要是我去做25年老的話 我三個博士都修回來了 他那25年老裡面呢 也沒有好好的真的看過一本書 我覺得這個話講得過頭 對講得過頭 但是你現在講的這個就是講說 他就是不用功不求上進 不長進不追求 他出監獄以後比較有這個問題 或者後階段 我覺得他 他以前年輕在監獄還算 還是有看書 還是有看書 可是監獄能看的書很有限啊 對 可是我想他大概就是已經局限在他 他做偉大人物 他大概沒力道以後 你這麼千里條條 花那麼大筆的金錢跟精神 帶那麼多人來 民進黨沒有花這個錢 都是立法院國民黨的經費 可是這個也是明子明膏啊 對啊 是個機會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而且你要帶過來 你在旁邊的話 你的語言跟他們都能夠溝通 你平常你要找一個翻譯的話 他不一定能翻譯得那麼好 你呢是自然的好 是自然這個樣子跟他們 過去我當然是就看很多南非資料了 嗯 南非大概知道他們的證據據 而且他沒有好好的聽 那個老師說您跟他講的這樣這樣那樣那樣 他都 大概是這樣啦 人講的話他不聽 他鬼講的話他就聽了 張氣成這一種 對 就是施命德那個時候已經親屬 所以跟他拍馬屁 人家跟他拍馬屁他就會聽了 他就是喜歡 對 然後我跟他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聘張氣成做這個位置啊 他說 張氣成會聽我的話 其實施命德是 本來是去美國 他跟台獨聯盟又搞不好了 因為台獨聯盟想利用他 他利用到某一種程度 不再給他利用 那他又跟海外主角搞不好 只要是他認為說他帶人物 可以把他們調血都調好了 反而就是他認為他們都不聽他的話 喔 張氣成表現是不是調血聽我的話 他就單純這樣而已 那麼那個 怎麼講 我怎麼樣跟他說 張氣成就是 國民黨的一些 騎牆人物 他有說這邊得好處 那邊得好處 他就是那個時候已經是跟 相當還是延續 跟國民黨拿好處 他怎麼樣講都聽不進去了 對啊 他自始至終他沒有離開國民黨嘛 他過來民進黨這邊只是要有完成他的任務而已嘛 你不能把他當作說有國民黨的任務 不是他都是個人的 因為他靠近 他靠近主席 靠近這一些 他是不是就是要做 而且他為了他這一個 他有他這一個職位 為什麼我要講這一句話 為了他有這個職位 你看 我們多少的這個演講 很高層的演講 民進黨的很多那些訓練 都找他去上課 找他去演講 其他都是找他 就唯有他單獨他一個人代表在講 我至少要講一點公正話 被我罵的罵到好多了以後 他現在表現就很像賭派 他現在表現真的表現不錯 他講的話都不錯 OK 真的親過這些我罵他那麼多 我公開寫文章還會罵他 起碼他公開出場 他都是會講 他會講一幾句了 他過去 我跟你講他以前去跟我們這些 一些什麼高級幹部 還是一些什麼社會高層人士上課 就是我們來個 100個200個還是50個100個這樣的人 在一個會堂裡面 從早上上到晚的 然後就是找他來 找他來上 他都一直在介紹他自己 就把他前半段的時間就介紹完了 就一直標榜他是如何的 在這個國際上他的多夠力 有夠力 然後又去跟哪一個國家怎樣 哪一個國家怎樣 他是跟美國的一些保守人士 右派的情編單位 有很多關係 他是有 然後他又是 後來跟一些什麼 UNPO 別的組織有一些關係 可是我覺得他的最基本的方向 並不是為了追求這些地方的民主自由 可是他現在是講一套是講不錯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叫他不講話 對啊 然後他講說 他意思說他就是國際專家 他還在講說 在台灣除了我比較了解這些以外 沒有別人比我更了解的 他了解是怎麼樣跟美國刷嘴 怎麼樣跟美國拍馬屁 OK 那FAPA當然也是希望跟美國拍馬屁 只是沒有說比較失去台灣的原則 那那個張旭誠是 以前是國民黨有勢力的時候 是比較靠國民黨 就是華國 有奶就是娘 對 可是現在他已經被逼著 到另外一個角度 OK 可是我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跟生命的離婚 就是這個事情 他平常去承諾 那個民進黨的代表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違背 我們台灣的要追求的 對 完全是違背那個民進黨 或者反對認識 站在國際人選的這種的立場 所以我說 我靜後不跟你工作 他那個是在一個大會議宣布 我馬上跟他講說 我靜後不跟你工作 我半年之內會跟你離婚 那我只是離婚慢了一點 不然就是這樣 就我做到了 所以我就很佩服你啊 你看 你可以公開的說 你不會去台灣的女性 就會覺得不甘願 不甘願 我不去那麼多 我幹嘛這樣子 我又來跟你離婚 就會不甘願 但是你都不會 不甘願就是不甘願 我就是跟你撤就撤了 就是把你戴耳掉就對了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跟他繼續做 那還有一個 你離婚的時候 有一個動作就是 比較勁爆的 就是超棒的 你說用摔破一個大花瓶 往地上一摔 那一摔的話 其實對台灣的女人的那個教育 這個是應該算是正面的 對 那個時候我講的話是什麼 我說是 其實他人是偉大的人物 我也不做偉大人物的花瓶 對 所以我就說 花瓶帥魄 所以 有很多那個 陳修惠跟我在一起 花瓶是陳修惠去買的 對 那你看到說 現在有很多那個 那個什麼 丈夫啊 有頭有臉的 他有了小三 有什麼被人家攻擊的時候 那個妻子就哭得眼淚 眼睛種種的 戴個黑眼鏡 然後偉偉說說 跟他旁邊拉著 先生說 我是支持他的 你就是不願意辦那一種 你就是不願意辦那一種 我看那個徐欣良以前有這種局面 然後 中筆俠在他旁邊 又這樣 我看了真的要吐血 我覺得是很能幹的女人 何必要這樣做 他自己去參加 他做 你不跟他離問 你可以不離問 可是 你搞這個幹嘛了 對 很多啊 很多人都這樣子 所以你那個一摔 等於摔醒了一些 一些女人的 這個台灣女人的一些 一些心裡說 怎麼樣 你們祖母就沒有要吵過你了 就是那台灣話就是說 說 老娘就是不陪你了啦 不陪你玩這一個了啦 我幹嘛畏畏縮縮的跟在你的旁邊 其實 你有感覺 有有有有 因為我在做婦女工作 對對對 因為我有辦這個婦女工作讀書� 我就有曾經把你這一個 這一個幾棟拿出來問他們說 這樣子的一甩的那個代表什麼 很多人都會拿出來討論 他們討論的時候更好笑的就是說 我覺得喔 那摔掉以後 你要重新再把那個瓶子 再黏起來是 是要費多大的力 有的人說 摔掉就摔掉啊 送著手機拿來 掃一掃就拿去倒掉 你幹嘛 我們再去買一個 再重塑一個 自己再重塑一個 而且摔掉了以後 我比你更大了 我更大 反正我就乾脆了 OK 我不是要這個錢 不是要這個地位啊 什麼 這個 這個 加上我們是彼此之間沒有信賴 那麼 我不要說我跟思妮的 這麼個人感情 可是 我為你聘了十多年的 這個人權工作 你到這種時候 我跟你講的事情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那好了 我 我不再跟你合作 對 所以 所以你就是有那種 叫做 台灣 台灣女人所沒有的那種 叫做 尬死啊 你可以說尬死 可是 新聞媒體怎麼爆 新聞媒體都亂爆 不管他們 那個不能相信 對 通通都是 可是媒體爆是說 我是生氣 詩明德 有李昂 有別的女人 真是 我看到小意思啊 有李昂 有李昂 有誰 那也不是新聞了 你早就知道了 對啊 你要是在乎那個的話 你早就摔了啊 你為的是政治上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報紙 當時不會是倒是知道啊 新聞都真的不報 可是報紙 報了都把你爆壞的 我把張旭刺了他爆的 我是說 這個是一個 國際上的人權工作的原則 我把張旭成很多資料 他過去講什麼話 他在那裡做什麼 我都帶來 我都給 我印了幾十份啊 都送媒體啊 媒體根本都不用啊 然後就報說我是 我是升級什麼的 跟李昂 我資料都準備 我又交給民進黨 又交給媒體 他們完全不報 所以氣力要死 對 他們不報 就算你有 你有報上出來 有你的名字 都是壞的 不是好的啦 他們用那種心胸狹窄 他用那種 女人很心胸狹窄 先生有外遇啊 他一定會 會鬧事啊 什麼那種的角色 對 所以他們 台灣啊 你說在媒體方面 要進步的話 台灣的媒體 都是被我們這些 人民百姓這樣子 推著走的 他們不是在前面領導的 他是被 被迫慢慢的 慢慢的進步的 台灣的媒體 像我資料都交給那個 是採訪DPP的媒體 那麼問題是採訪DPP的 他都是拍DPP的把屁 對 香港人民黨的 就去拍 他的把屁 對不對 所以我交給他們 他們白交給他們 他們也完全不敢講 民進黨的 什麼真正內幕的事情 或是真正的那個 像我講張曲成的背景 他們都不敢講 像這些事情 你可以把它換成文字 這樣交給他們 他們都不願意報了 對啊 我真的把資料就交給他們 沒有雜誌印下來的 還有就是說 張曲成兩邊都拿薪水 跟他的學校 大學還拿薪水 又拿了一方人的薪水 他在那邊開課的資料 我都交給新聞媒體 都交給民進黨 電話也有啊 我跟他們 你打一個國際電話 你就可以確定啊 不要說是我的資料 你去確認啊 他們根本都沒有人打 所以你看民進黨 就是到今天 他才會被人民唾棄 民進黨今天 我覺得已經被人民唾棄了 當然很多是唾棄 一個是說 他跟基礎運動 跟民間運動 跟社會運動都唾棄 另外是說 他跟金錢在走 然後他自己內部的人 就像張曲成這個case 內部的人不經典 有一些跟當權的那麼曖昧關係 他也不願意去處理 對 那還有我們的路線 基本路線 基本價值也沒有了 民進黨現在 對啊 感覺不出來 對 沒有什麼基本價值 沒有 他從這個 陳水扁選市長以來 那還是市長 我就記得那次選舉很清楚啊 至少說他能當上市長 是不錯了做行政 但那個時候所有的活動都沒有提出說 台灣要走到哪裡去 對 最終目標在哪裡 都不敢講 所以他們一直避開一直避開 民進黨本身一直避開 現在沒有什麼立場可以講 你還認為說民進黨的立場 就是 民間的立場會被民進黨的還堅定嗎 你這個人物不敢講 那你還要隨講 對啊 那你看現在民進黨 你看轉弱到 被人家打擊都不敢回駁 你看這一次2012年選舉 蔡英文他被人家說他以昌案怎麼樣 他都連為自己辯駁的能力都沒有 現在那個民進黨已經被一般的平民百姓 已經很看不起了 我不敢這樣 我不敢這樣說 我可以這樣說 除非這樣講 因為我已經都談得聽 OK 我已經是很久 我台灣媒體覺得不值得看 民進黨講了什麼話 我也不太有興趣了 對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些小case 這是一些小case 我根本聽的都不感興趣 對 那所以是你要講這話你就講 我家是十年前 那個我大概還有興趣 覺得還有舊 沒有說十年前有舊 可是至少說那個時候我們有話可以談 對 希望是民進黨內部 能把金錢走右那種問題 人頭黨員很清楚 他不是都沒有想做 我的青春歲月 應該是從年輕到現在這樣子 我真的要投入的時間 我不能說 我是不是投在民進黨 OK 不是 是投在台灣 台灣的這一個 這一個 反對勢力的這一個 反對 大概是早期 我1997年 搬回台灣住 我博士論文做完了以後 搬回台灣住 那時候我是做台灣綠黨 我加入台灣綠黨 我大概是1996年底 那個時候就退出民進黨 就大概是 就是建國黨成立的時候 建國黨也是看神明德的座位 看得不屑 對啊 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我就退出民進黨 那那個時候也差不多 我就加入那個台灣綠黨 我那時候有一陣子也去幫建國黨 可是我覺得建國黨有不敢做什麼多大突破 對 他還是那個心太小 嗯 那可惜林三田也是後來就生病 對不對 對對對 那所以是 綠黨我覺得綠黨的社會運動 還是蠻有意思 對現在綠黨還有繼續在進行嘛 就像環保啊什麼的 對 都還保持著那個溫度 慢慢的一直在走 他有具體議題 那我們或許看不到說選舉 他有得什麼好 得了一點點了 一點點成長 就是不像別的地方 其實世界上全世界 綠黨就是一個知識分子的黨 而且是講出一些人家不愛聽的話 所以你不可能要求票太高 可是有的地方是高到13% 對對對 有一些地方是綠黨有得一些外交部主任啊 或是一些重要的位置是有跟別的黨合作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也可以請這個綠黨的誰來 或者您也可以下一次我們來好好來介紹這個綠黨 因為這環保的 畢竟 要 畢竟都是要做的啦 對 因為現在我們還不知道 比如說 一個 一對爸爸媽媽 生了三四五個孩子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哪一個孩子以後才有用啊 我們每一個孩子都要一樣的對待 那綠黨的你可以看推薦還是你還是由你來談 我們可以談一些綠黨 我現在對不起 我現在只有教書都沒有時間參加 所以我是早期比較積極去跟他們跑 然後了解很多台灣的環境問題 那其實政黨論替啊 上了一個政黨下了一個政黨 這些可能是一時的問題 對 可是台灣的這個環境迫害一直在競爭 而且還非常的嚴重啊 越來越嚴重的一個 我們台灣的那個環境的毒化的話 我們在亞洲國家 除了中共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台灣是很高的 對 對 你看我們的那個什麼革命啊 什麼什麼啊 污水的那一些 真的這個也是要也是要談 不過今天還是要回到 你的這本書裡面的說 你做這個 那個時候 世民德有沒有怎麼樣 餵留你啊 還是說 要叫你不要離婚啊 還是說 我覺得他做一些很虛假的動作 可是他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真的離婚的 那個隔三天我們要去那個 辦手續 我沒想到他稍微 他都戴那個墨鏡很黑 對對對 我都寫了 我都想不出他稍微 旁邊他拿下來一下 他整個眼睛都黑了 就是跟那個 熊貓一樣 熊貓一樣 黑眼圈 我覺得 怎麼會兩個眼睛都是這麼大的黑的 我從沒看過人家因為黑成這樣 也不像是被打的啦 大概過幾天有記者跟我講說 我跟神秘的離婚 當天晚上 他一個晚上都在哭 記者跟他一起喝酒一直哭 那我自己想不出 我到現在 這個是對的是一個密碼 他其實我跟他離婚 他還算高興啊 我自己主動的跟他提出離婚 可是可能是對他的形象 是有一些損害 對 很多那個 特別是台南保守區 那個婦女都不諒解他了 對啊 對 比較是這樣 對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都覺得說 他是在利用你 利用你在國際上的 那個 那個一切這樣子 我很能說他利用什麼 早期的比較是 對 我是說早期的 他上法庭的 我們是 為了不只救援 他整個都要救援 救援也是他 還有在經濟上 給予協助啦 什麼 你都一直益助他那些嗎 大概是早期的 稍微一點 可是這不是經濟協助 他說後階段 他在監獄裡面 他反而是比較有 那個 出書的 他錢寄給我 反而是他經濟援助 後階段 他也給我一些經濟支柱 其實也不怎麼大 那就是有了 那這個我想是整個 這個梅利島這個時代 大家知道是海外的影響力蠻大 對啊 美利島事件 要是沒有海外的救援 我跟你講 沒有那麼和平的落幕的啦 沒有說他們 一定有很多人要槍斃的 或許會這樣 真的啊 是會 尤其是蔣經國時代 是多麼的 多麼的狠啊 那個時候啊 那我們現在再講一下說 那個 施明德他是 是真孤還是假孤 我在想說他可能是 自己打自己 所以我怎麼眼睛那麼瞎 不可能啊 他怎麼不可能啊 而且他也不想給我看 我是在旁邊 瞄到 不小心瞄到的 對不小心 應該甚至不想瞄到的 可是我到現在我不曉得了 他到底什麼心態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花絮好了 那譬如說你跟陳麗珠大姐啊 扶命的女人啊 對 你也跟他也是談笑風聲也是很好 然後你跟那個李昂也是談笑風聲很好 因為我們知道說施明德由他的女人是數不完 但是也扶在檯面上的這樣子 你都跟他很好 那就是你的那個包容心 我覺得對不起丁妹 你只是看得太膚淺喔 不是 你也看得太膚淺 你是從這個女人之間的嫉妒什麼 跟這個時間前後已經是很 時間很遠 很久 很久 另外大概是說是李昂 李昂對施明德的心態已經是 變成一種復仇的一種心態 就是他應該算是李昂真的是比較受騙 OK 這樣講 他真的是比較是女人的角色 真的很生氣 那我本來的角色比較就是 是政治目標為主 嗯 對 你的是革命 革命婚姻嘛 革命的夥伴嘛 對 那我是說 我剛才要說的說 欸你可以跟麗珠大姐 也可以變得很好的像姊妹濤一樣 上次她出書的時候 我有去啊 你們也去那邊也是 也是在 可是她對我來說她太保守 你知道 她一直哭哭啼啼的說 她怎麼愛施明德 對她到現在還是這樣 對啊我覺得很無聊 對不起 我覺得很無聊 我放她這樣 我覺得無聊 你何必這樣就勸在一個男人的手上 嗯 但是她走不出來 因為她到這一把年紀了 她還是現在那個 不管她跟施明德離婚幾十年 她這個愛施明德的愛恨情仇 一定會帶到棺材裡 好就這樣可以了嘛 施明德會有這種女人在幾十年前的事情 不見怪 而且身邊的可能碰到我這種人 她倒楣了 她比較倒楣了 因為她 所以我就是欣賞你 你這個個性啊 然後你可以跟她前後任的這一群姐妹們 你還是跟她能夠 我剛才說的那個包容就是說 你很自然的跟他們這樣子 接納這樣子互動這樣子很好這樣子 這個沒有什麼多道矛盾啊 這個不困難啊 這也不是我說的不是說矛盾啊 就是說你的那個心胸啊 就是這麼樣子的平和的這樣子 那麼大概我曾經也是很嫉妒啊 OK我曾經都很想殺施明德 那你要的話你去看我的書就知道 OK 可是這個是很早以前的就看開了啦 對不對 欸欸欸 那個我想是男女關係難免 OK難免 有愛就會有嫉妒啊 對對對 那所以說 我是很快就看開了 聽眾朋友要是 您對這個琳達老師她的一生的 在台灣的一切的這個作為 還是說在世界各國哪裡 死鬼招套套 她怎麼 對啊 趴趴走嘛 國際上趴趴走 她說遇到每一個階段 這個規律開出來 那你如果說有現場的人 就跟她買一本回去回去看 那看就順序研究台灣的律師 怎麼發展 啊這個美麗道書 怎麼進電 啊到處後 後面的人 那個幕後工作是怎麼在工作 啊你就知道她這個 我會跟你講 書店現在不容易買到 要跟她出版社 上網找她的出版社 圓景 圓景出版社去問一下 啊對 網路上可以訂 對 那我的網路呢 因為前幾天 我們的網路 又弄那個新聞模組 一弄就崩盤了 那現在那個山陽老師呢 已經在努力的加緊當中 加緊當中 弄好以後 你的那個跑馬燈又再回去 這差不多壞掉了三天了 對 壞掉三天了 所以現在那個 因為我總覺得這一本書 你知道我看過了 我現在又抱著 今天又哪裡 又給她找出來看一部份 明天哪裡又給她找出來 又看一部份 因為我都生怕說 會忘記跟 那人家是一天的問問我 所以為什麼跟孫明姐結婚 為什麼跟她離婚 所以我已經交代 希望人家不要再問我什麼 對 所以我剛才問一點點 我就是 掉一點點胃口 夠了 你要知道的人 就是去買一本書來看就對了 不要煩我 因為這個 這個也不是 你要是要對這個媒體報導的話 有用心的人 大概都知道了 應該都知道了 那你這個 最後你要不要 再跟聽眾朋友 還是 我們 台美的鄉親 要不要講些什麼 盡量幫我一下 我覺得 這個 海外的人 真的要監討 海外人 在美國的台灣人 對台灣的運動 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對 可是帶這個方向 帶到現在 是美國幾乎是要出賣台灣 或是長久已經是認定 你台灣沒有自覺能力 你沒有自覺能力 對 到現在海外人 對這個要自我檢討 OK 對 我那天也是找了一位叫 謝德謙的 不錯不錯 他就在講 他說 他也是在跟你講的那個論調 沒有像你那麼簡潔 他講了很多 就是最主要意思也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今天走到現在 我們的台獨運動 就消失了這樣子 所以讓人家非常那個 我們是希望說 在跌落谷底了以後 我們有一個外力的那個刺激 像南非的黑人有那種覺醒的能力 能夠再重新一次再站立起來 要不然的話 台灣真的是危險到不行了 我覺得有一點知道說 我們現在會信 我們現在難過 歷史還是走下去 還是由下一代 對 我想不一定有辦法 真的說服下一代 可是 這個上一代能檢討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歷史上是蠻重要 對 因為這個歷史一定會延下去 對 因為你要沒有能力檢討 那這個民主也沒有指望 檢討能力都沒有的民族 就是沒有指望的民族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琳達老師 再一次的不辭辛勞的 白天又要在那個台北 醫學大學教書 現在在當這個教授 帶很多我們台灣的青年 多多少少琳達老師的一切的作為 慢慢慢慢淺移默化了 多少會有一點在他們留下 會來認識琳達老師 甚至認識來這個 我們的台灣的歷史的發展 還有就是像您帶他們到那個山上 那個露骨 對 墳墓 對 要不要再談這個題目 好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呢 就在我們兩個談得很高興的 之下呢 我們就來做一個結束 希望呢 我們沒有空的時候 再回來 我們再繼續來討論 因為你這本書是包裹萬象的 有很多面向 今天呢 是談這個台獨的一個那個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此再見了 好 謝謝各位聽眾